俄罗斯、叙利亚、土耳其及伊朗四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日前在莫斯科举办四国峰会 商议区域与全球情势引起外界关注 特别是由俄罗斯近期积极拉拢中东国家 让欧美国家警觉 难道普丁要筹组复仇者联盟 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吗 背后动机颇耐人寻味 其实俄、叙利亚、土、伊四国早在今年四月 就举行了国防部长之间的对话 聚焦的议题是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及安全问题 如今四国外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聚首 协调叙利亚与土耳其的关系 以及促进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成了会谈的焦点 当然这势必牵动着地缘政治的发展 近期中东国家的整合速度让人跌破眼镜 中国不但促成沙烏地阿拉伯与伊朗修复外交关系 阿拉伯联盟也让叙利亚重返联盟 许多阿拉伯国家也有意与叙利亚恢复邦交 如今土耳其和叙利亚能事前嫌 国防外交高层能齐聚一堂 两国极有机会能改善关系 这会是象征中东国家的团结 值得留意的是二续土一四国积极互动 以及中东国家积极结盟的态势 比西方国家原先预想的还要来得快 这会不会对以欧美国家为主流的国际体系带来挑战 再加上还有许多国家与西方阵营为敌 这可能会促成非西方联盟的整合 甚至进一步导致全球分裂成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格局 国际秩序将可能进入不确定的状态 以上环宇新闻 吴社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